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该在9月份的时候就是他的发表会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苹果耍新机 其实从中也是别有新意 那元宇宙的加持之下 双金光档会迎来好光景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iPhone的新机 从苹果概念股当中挑选几支 有苹果光的个股 好来看一下苹果在7月29号公布财报 其实财报的内容是有年增的 尤其是在iPhone的市占营收比率是比较大的 像是我们可以看到iPhone的营收 虽然只有年增3% 但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老师这个虽然是在经济那种 比较业绩冲击的情况之下 iPhone竟然还可以营收上涨 没错 其实这是从苹果公告的财报里面 其实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个数字就是说 iPhone它明确的说 它发现到 使用买iPhone的使用者 是从Android系统转过来的 也就是说这个讯息重要在哪里 在于说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升级换机而已 它已经有能力去侵蚀到原来Android 对于那个庞大的市场 也就是说用Android系统里面 已经有人愿意放弃Android系统 整个改成iOS系统 然后去买了苹果的一个手机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是 苹果最大的亮点 也就是说各位都知道 最近这半年来 从大陆传出这个Android系统 卖得不好 5G手机卖得不好之后 大家对手机开始戒胜恐惧 这个各位看到联发科的一个走势 就知道了 因为它是中国大陆手机最大的一个 晶片的一个公司 可是呢 苹果它居然在这里发布出 Android手机的一个用户呢 开始往苹果去移动 代表说苹果除了换新机本身之外 还有扩大市占率的一个空间存在 所以代表它就充满想像空间 所以这一次在9月份发表的新机里面 那如果亮点够 我相信 应该还有机会再吸引更多的Android的一个用户呢 跳槽到苹果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相关的供应链 它的营收都有机会跟着成长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它的亮点是新机它的特色吗 对 新机的特色也就是说 它是不是比过去iPhone 13 之前的一个更有吸引力 那有听说是不是要涨价 对要涨价 我记得好像是要涨15% 也就是一只手机多了3000块 对 好3000块钱 我这样讲 如果说各位看到最近 其实美国的财报都公告差不多了 尤其各位如果注意到说 今年大家最 这两个月来大家在谈题材就是 这个通膨太高了 消费它也降低 所以如果你去看百货类股 百货类股里面呢 比较高档百货跟平价百货里面呢 你发现了两端的生意都不错 但中间就比较辛苦了 代表一件事情 即便是遇到通货膨胀的一个问题 那让大家消费力稍微降低 可是在高端的 其实没有太大改变 没有影响 那苹果手机大家都知道 它基本上是属于 比较高端的市场的一个手机 所以就好像女孩子喜欢买这个Gucci LV 这个所谓的名牌的一个包包 或衣服一样 那苹果是在电子类产品里面的 这个等级的一个产品 所以 这是为什么在这一次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 这一次苹果在公告新机的时候 我们认为会一样有商机 虽然说他们之前 传出苹果是不是招聘人员 会稍微delay 大家是不是苹果也看坏 其实这一次9月份推的新机 将是什么 测试市场 到底是冷淡 还是持续热露的一个关键 那这点我想也 大家有消息也大家知道 在对岸大陆那边 其实使用苹果手机 其实并没有下降 甚至还有稍微增加现象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重点 就是苹果的相关的类股 那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因为大概今年的iPhone14 发表日期大概会选择在13 14 15的其中一天 因为现在还没有公布出来 那假设预期是9月13号举行 那上市开卖的时间就是在9月23号了 老师以这个日期来说的话呢 我凭概股就非常的有机会 那到底是要看9月13号这个日期呢 还是开卖的时候的日期呢 我想其实看9月13号这个发表日就可以了 因为开卖日期的话 当然是实际要营收到进来的 对啊 因为通常它都预购嘛 预购了 那你就知道第一天进来多少量 大概就知道跟往年差异多少 其实最准的应该是那一天 但是星际发表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听到网路的一个声量 所以你可以从网路先预期 就好像我们在选举一样 调查一下民调 对选举当天有那个外围的民调 好就要企图说 今天到底投票率是谁赢谁输 是 其实苹果这个发表会 也因为现在网路很发达 大家讨论很发达 所以在发表的那一天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你对网路稍微熟悉的话 你大概可以知道说 大家对这个期待性到什么水准 你就可以预估大概发表之后的 开卖的那个预售日的时候 一次订单来多少 你就可以预估了 那你有预估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股票各位知道 买什么 买会涨的啊 买未来 买未来 当然是要买会涨的 但是买未来是一个核心 所以股票是涨 只要你有未来 未来是看好的 哪怕现在还没赚钱 股票都会涨 比如说元宇宙 好像宏达电这家公司 你看它财报打开一看 过去三年每一季都亏损 可是去年涨到90 今年又涨到70 你觉得是涨什么 就当然是涨未来 涨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股价事先反映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好 就是说股票是买要会涨 但是会涨的前提是什么 它的未来有没有 如果有 我们当然就OK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 把核心价值抓到之后 你就回推 iPhone发表的 不管9月13或15的任何一天 那天你在网路去 搜寻一下 搜寻一下探讨一下 大家忽然 原来这次出来机种如何如何 最简单的方法 提供一个看法 就是各位网路上 都很多一些达人 手机网手机达人 你去看看他们的评价 你就知道 他们有没有比之前更兴奋 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大推大推 这个一定要换 哪一个产品一定要换 这个东西如果说比相较上一代 更热烈或怎么样的话 你大概心里知道说 诶 这类的股票 相关的供应链 是不是有很多机会 是的 那除了我们买iPhone手机之外 也要买它会涨的一些供应链的个股 那有哪一些呢 老师帮大家列出来了 它的唯一亮点呢 其实就是落在光学镜头 BCB 还有这个组装 不过老师特别看到的是光学 还要搭配元宇宙 是的 我想在 我们列的这些 包括 其实它的亮点 是在光学镜头 还有这个PCB板 就是主机板 那个蓝色的主机板 那再来就是组装 那组装一般大家知道 它的毛利率是最低的 对 那像 大家知道富士康 鸿海 组装的 那往上推的这个PCB 就是任何电子产品都会有PCB 不管你这个做高速预算 那个CPU出来之后 你还得双在上面 一样好 一样的道理 所以 PCB就 再往上推 就是光学镜头 是 你这三种产品 各位 你可以 13个Item里面 其实毛利率最高 通常都在光学镜头 都在镜头 对 没错 所以各位看底下 包括大力光 中光电 浴晶光 阳明光 还有所谓的先进光 这前面这几档股票 都是毛利率相对比 后面的都来得高的 嗯 那各位可以看到最后一档 叫台表科 这档个股呢 其实它是什么 做Micro LED Mini LED的这个封装 嗯 那它 你看上半年财报非常漂亮 嗯 可是股价你算 从股价回推 本益比超低的 上面我记得没错 是赚了8块钱 加近10块 8块10块 可是它的股价 今天我记得没错 是8、90块而已 也不到100块钱 那你回头去看大力光 大力光 大力光它的股价 目前在2000块附近 是 它的毛利率 各位就可以去看一看 嗯 还有它上半年获利 已经70块了 70块了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 光学的部分 只要说它的应用的 这个应用端的手机 是 确实卖得好的话 我想这个相对的 只要它的营收 也就是说 卖的数量增加 它营收一定就往上跑 那因为毛利高的关系 股价自然就会动 是 那各位看到 这个大力光的股价的现行图 那以外资的角度 各位看到 它从2700块开始 其实基本上 它的买卖超部分 是一路往下降 持平 没有再增加 也没有明显减少 也就是说 持续观望的态度 那这家公司 各位看 从1500块涨到目前2000欧为止 那各位如果是仔细看的话 其实它是投信在任养 哦 投信是这一波 是主要的一个 任养的一个法人 那外资在这里 为什么今天列外资给大家看呢 观念在说 这次如果iphone的产品 真的卖得好的话 是不是能够吸引外资 也同步认同这张股票 嗯 如果是的话 我们这次可以看到 上一次它除全息的缺口 目前还没有完全补掉 是 补掉之后 那前波的高点 是不是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那就是看这一次 新机发表之后 它的一个销售程度 那我认为这一档各股 各位就稍微注意一下 那各位 如果最近股价 各位看到什么 它的股价已经大概连续两周半 都停在那条蓝色线叫做黏线 黏线 黏线目前在走跌 可是底下那条粉红色的线 那叫月线 是 月线已经几乎跟黏线碰在一起 那个叫什么 交叉 黄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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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 各位你看到黄金交叉 刚刚出现的时候 股价可能都会有一个回档 OK 那回档是什么 是一个机会 那底下再看最底下那条橘色线 那个叫做季线 季线 那季线离 不管月线或年线 都还有一个相当的距离 将近有200多块 2到300块钱左右的距离 那这个部分它慢慢也会往上来 也就是说 当季线也慢慢靠到年线的时候 之前它会有一个回马枪 如果有这个机会回档的时候 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不做追价操作投资费 你可以反而利用 在这个股价整理 在活动的过程里面去找这个 所谓的逢低承接的一个 就是一个切入点 对 那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 你要先确定 iPhone这次一样卖的好 这是一个关键点 好 一定要确立 那大力光呢 大家其实是 我们今天抓出的是金光档 双金光档 所以要两道光 是哪两道光的 是哪两道光的 一个就是苹果光 另外一个就是宇宙光 对 就是元宇宙的概念 那当然大力光 它是比较标准的这个 苹果光的股票 那以及其他Android系统的 所以它是属于手机类 那我们看第二档 玉金光 这档股票就是 两光的股票 两道光 应该不是两光 两道光 两道光哪两道呢 这宇宙光 所谓元宇宙的光 因为我想所有的 元宇宙的部分呢 它还是要靠有 不管是眼镜 还是那个 沉浸式的头盔 它还是需要一个镜片 那玉金光 它除了这个之外 包括连 苹果iPhone 它也是主要的 供应商之一 所以这家公司 各位看到股价的 走势图来看的话 它目前呢 相对于大力光 稍微弱一点点 为什么它还没有 占上年线 那上一次点到年线之后 做一个拉回 那各位看底下的外资的部分 其实从高档593块钱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呈现净卖超 那只有在最近 有一天的买超 将近一 接近一千张的买超进来 那拉出一个红线 那也就是说 这张股票其实在短线上 它受制于年线 在没有突破之前的话 同学朋友如果说 对这样个股有认同的话 应该是 接近季线附近 再做 亮缩拉回的一个留意就可以了 那短期间来讲的话 只要大盘 各位从 我们一开始谈到大盘 如果假设大盘是持续往上 走高没有改变的话 我讲 郁金光不管怎么样 你相对于大盘 离年线还非常远 在16800点 不管是刚才 你各位看到的大力光也好 郁金光也好 其他都已经碰到年线了 代表它的走势是 比大盘更强的股票 是 所以这样公司 在这次 苹果iPhone发表之后 假如它的一个预售 成绩不错的话 我们认为这股票 是有机会去挑战 年线以上的空间 那这点各位可以做留意 好 那另外一个呢 阳明光 阳明光的部分也是一样 也是有两道光 那 宇宙光 因为它主要目前的 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本业的产品 是来自于智慧居家的一个镜头 以及车用的 那 再来就是说 它也涉入了元宇宙概念的股票 甚至于 这个 部分来讲的话 最留意到 这张股票 注意到它在年限 已经整理比大力光更久 是 那也就是说这波上来之后 我们底下这边 让各位注意到 不是外资 是融券 融券 各位看到这次融券 针对阳明光 从低档60多块钱 一路空上来 那空上来这里为止 各位注意到 融券没有放手 你很显然看到它股价的角度去看 它是被嘎空状态 那被嘎空状态里面 它在年限上面强势整理 这个公司 其实如果你去看上半年 其实获利并不是特别特别突出 但是因为它有机会 列入一个新的供应链 所以这家公司我们认为 以嘎空题材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具有筹码上的优势 也就是说这三档股票里面 反而是它的整理姿态是最强的 所以如果说买股票 有些人喜欢买强势股 这个在三档股票来讲的话 它属于股价强势股 但业绩股当然 最好还是以大力光为重点 所以这个也提出来给大家做留意 筹码优势 而且都已经站在年限之上了 对已经在年限上 整理将近一个多月了 好 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中光店 好那中光店我想在今天是第一 拉出来 那这两股票我们可以看 最先看底下成交量 各位看到93.9毛钱跌到46块 几乎是腰斩 腰斩之后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成交量几乎完全消失了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盘跌 盘跌到最后46块开始 成量慢慢放大 这叫什么 一般来讲 如果有没有听过叫什么 这个叫汉地拔冲 汉地拔冲油 汉地拔冲 就是在7月初的时候 一根量出来了 那那个时候的量是往下刹的 代表什么 有人愿意买股票了 也就从93块跌到46块 已经开始有人愿意进场买股票 所以下刹带量 那这代表什么 筹码已经有相当的归宿了 那各位看到这一次中光店公布出来的半年的 获利成绩相当亮丽 完全看不出来有受到所谓消费性的一个影响 因为它营收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消费性电子 不过各位仔细在看它的一个财报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能够交出这么亮丽成绩单 主要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车用公控 那消费性电子虽然对它有影响 但是另外这部分也弥补它那边衰退的一个程度 所以一样交出好的成绩 那另外中光店它也很明确的要跨入 不管是AR VR 元宇宙概念的相对的一个这个光学的部分 所以这家公司从股价激起来讲 已经相对低档 而且低档的筹码经过相当时间整理 也就是说在年限制上到高档套牢区之前 这边完全没有亮代表什么 筹码很干净 所以这种股票反而它占了什么优势 就是有获利能力强 比刚才的阳明光更好 可是呢股价激起在低档 那么交出来半年报成绩很好 那也具备这个光学的这个 元宇宙概念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认为这家公司也值得各位来做留意 是 老师这三档呢 它虽然是不同样子的一个 它虽然是同一个族群 但是呢它的题材啊或者是它的产业 或者是它跨入的这些涉及的领域 都不太一样 都各有不同 但是都有一个小小的交集 都可能会连结到所谓的 不管是iPhone也好 或者是元宇宙的一个部分来讲 都有相关的交集 所以不管是手机的部分 那因为这次手机因为衰退大家都知道 但是因为大家期望这次的苹果 能够交出好成绩 假如它交出好成绩 那元宇宙它目前在发展过程里面 那么我们就从里面找 如果你喜欢那个公司获利 能够饱满扎实的 你就挑第一档跟最后这一档 大力光跟中光点 那其实玉镜光其实也不错 股价稍微高一点点而已 那如果说你喜欢走强势股的 那就第三档走嘎风题材 阳鸣光 对对 好老师呢都帮大家筛选出来了 而且呢如果说你喜欢的 喜好的投资的策略不同 老师都有建议说 你可以挑选哪些个股了 那呢非常期待 苹果可以为我们 带来一点点的好消息 让我们都可以放光芒 好那也要记得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上六点半准时的 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则的讯息 荧幕上也有老师的like 欢迎大家呢都可以 私讯老师跟老师互动来做交流 老师人非常好 非常有耐心可以回答 各位投资朋友的疑难杂症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拜拜 谢谢拜拜